孙子兵法第二篇 作战篇 李靖复战土玉魂 孙子曰 其用战也 贵胜 久则顿兵错锐 意思是说 军队作战就贵在 速战速决 旷日持久 就会使军队疲惫 锐气 错伤 李靖就是运用谋略 分进合击 穷追猛打 快速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贞观八年 土玉魂首领浮允攻打唐朝边防 致使唐朝到西域的路受到阻碍 李世民派老将李靖前去围剿浮允 唐军 估计在草原里找不到北呢 啊 哈哈哈哈 将军 我们这样躲躲闪闪的 真没意思 他们人马多 我们直接打会吃亏的 这是计谋 嗯 我们熟悉气候和地形 看谁耗得起 我们跟他们绕 他们人困马乏 我们就赢了 民军高明 浮允依仗大西北的险恶地形和恶劣气候灵活应战 唐军几次围剿都没成功 他们在搞什么呀 居然做缩头乌龟 阵了我们就躲 我们走了 他们又出来 烦死了 唉 他们是想让我们耗费体力和粮食啊 将军 我们该怎么办呢 追 让他们甩不掉我们 然后趁机 分兵前后夹击 让这个乌龟想缩头都不行 唐军越过库山 进攻浮允 浮允焚烧了草原 断掉唐军的马料 狼狈逃窜 唉 马饿的都劈包骨了 这该死的浮允太坏了 连自己的大草原都舍得烧啊 他这是破釜沉舟 置我们于死地啊 哼 一定不能放过他 不过 我们是不是先退回扇州 等下一场鱼草长出来再来呢 这里百年不予一场鱼啊 草要猴年马月能长出来啊 那 您说怎么办 他想耗费我们的体力 哼 我们继续追下去 还要追 将军 人马都累坏了 我支持将军 服允元气大伤 乘胜追击 把他们逼进沙漠 他也就耗尽体力 好 我们兵分两路 左右夹击 让他只能进沙漠 将军 您果然厉害 李靖带兵穷追不舍 在突伦川把服允的部队团团围住 服允的儿子不战而降 服允带着几十人突围逃进沙漠 最后自杀身亡 处于魂之战中 李靖采用分镜合击 穷追猛打等战法 不给敌人一丝喘息机会 重复体现了 孙子兵法作战片中 关于兵贵神速的战略思想